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Nina一月日记,和Nina一起开启快乐的钢琴旅行吧。 那么这节课,Nina想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快速的认识五线谱。 既然我们选择学习钢琴,那么开乐谱就是我们首先要必备的条件了。 从它的名字就可以听得出来五线谱一定是由五条线来构成的。 Nina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小道具,五线谱,五条线,中间空白的这一部分,我们通常叫它尖,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五线谱是由五条线,四个尖来构成的。 那么哪一条是第一条线呢? 记得一定要从下向上数,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 从下向上来数这个空白的尖,一尖,二尖,三尖,四尖,很简单吧。 好,我们再来看前面Nina画的这一个叫做高音符号, 通常在高音符号我们看到的音符就要在钢琴的中央都上方开始进行演奏。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前面的视频,我们已经讲到了钢琴上有七个基本的音级,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回到之前的视频去听一听,看一看。 那么在我这上,五线谱上写出了五个基本的音级。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五线谱上的音符是怎么排列的呢? 我们现在来看,每一次我们听到的钢琴,中央都这个音, 也就是钢琴最中间的那一个音符, 它在谱子上的位置并没有在五条线上, 而是通过我们的手,手动的在五条线的下方加了一条小线。 那么在这上画的这个音符,我们叫做中央都,又叫下加一线上的音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线下方的这个音符, RI,一线上的音符, MI,一间里边的音符, F,二线上的音符, SO,一字对应我们右手的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手指。 通过这个我画的这个小五线符, 我们就可以看出音符在五线符上的排列都是一个音符在线上, 一个音符在空白的尖里, 依次去排列的。 那么我们这样排列的音符到钢琴上如何去演奏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中央都, 如果不知道中央都在哪的朋友, 可以看Nina之前的视频。 好啦,我们来两个黑键一组下方找到中央都, 那么在谱子上一线下方的全音符, 我们就用二指来弹, RI,一线上的音符, MI,一间里, 一边的音符, 发二线上的音符, SOL, 一次用DORAMI, 发SO, 完成了这一个小的五线符。 那么很多朋友会说, 我们并没有设计到开乐符那么难, 而且画起来好像也有点困难, 怎么快速的去学习, 以及怎么快速的去练习呢? Nina今天就教一个小的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伸出你的右手, 把你的手掌心对向自己, 看着自己。 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五线谱了, 我们从小指的这一部分, 它就是第一条线, 这是第一线, 二线, 二线, 三线, 三线, 四线, 四线, 五线, 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移动的五线谱, 每天可以练起来。 那, Nina之前说了, 中央DOR这个音符并没有在这五条线上, 而是要借我们的左手拉, 借我们的左手二指, 在下方加了一条, 完整的五线谱已经出现了, 下加一线, DOR, Rai Mi Ba So La Chi Do 今天回去的练习就是, 拿出你的移动五线谱, 一起在手上找一找, 唱一唱, 我们今天学了五线谱, 认识了DOR, Rai Mi Ba So这五个音, 希望今天的视频会对你在食谱的路上有一定的帮助, 一定要多多的练习, 相信你也会越来越棒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